大家好,我们是巴特里中学综合CLB班的第二组同学。 我们的主缘有佳琪、佳庚、佳杰和我赞恩。 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广播句是王羲之提善。 欢迎大家请教。 有一天,王羲之到城里去办事。 走而走的,忽然出来一阵哭声。 王羲之好奇的像是处张望,发现一个老伯伯在哭泣。 老伯伯,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? 从前我们是更天的,前年家乡发生水灾, 田里没有收成,加上屋子倒塌了。 我一个瓜妇问家姑玲玲,一桃荒到这里,沦为难民。 为了三餐,是好做一些折扇到处动校, 赚一点钱,过日子。 不要紧,你把卖不出的扇子都送到我家里吧。 真的吗?谢谢您了,你真是个好人。 到了王羲之的家,王羲之提起毛笔, 在折扇上提字。 你把扇子写坏了,我怎么把它卖出去呢? 您不用担心,这些扇子写坏了字, 到你可以卖出去了,而且还可以多卖几个钱呢? 老伯伯半亲半疑,拿了提扇子的扇子,到街上去卖。 许多过路的人都认得出是王羲之的墨包, 以使人声宣扰,吸引了许多人围观。 老伯伯,这折扇怎么卖? 哪位要买?任意伤我就是。 于是,围观的人争着拿出钱来, 有的付给一两银子, 有的居然扔下一个元宝。 一份折扇果然被想够一空。 老伯伯过后才晓得替他提字的人, 就是明文天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。 王羲之帮助老伯伯的事情, 就这样传开了。 大家都称赞王羲之, 说他不但是个大书法家, 还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好心人呢。 你怎么能说不就是个大书法家, 你怎么能说不就是一个大书法家, 有的一本来是一本来的同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